连大人都闻风丧胆的溜索,这个小女孩却玩得很享受,难道她真的是喜欢极限运动吗? 她叫阿湘,每天都会拿着自制的溜索工具溜好几个来回,不是因为爱好,而是因为她要去江对面上学,如果绕山路,要走几十里地才能过江,只有溜索是唯一的捷径,同时也是最危险的, 但为了能学到知识,早点走出大山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,她还有一个弟弟叫阿瓦,整天顽皮捣蛋,其实阿瓦也到了上学的年纪,只是妈妈不放心她一个人溜索,所以就没有让她去上学,这一天阿瓦的奶奶生病了,阿瓦妈就连忙要去找医生,她绑好绳子准备溜索过江,这时她却胆怯了,因为多年前她溜索险些丧命, 从而导致她三年都没有去过江对岸,真是一招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,关键阿瓦爸外出打工也不在家,这该如何是好,阿瓦虽然年纪小,但她孝顺懂事又勇敢,绑上绳子就要溜索过江,但直接被妈妈拦下,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,阿湘放学回来了,家里现在就她一个人回溜索了,阿湘得知奶奶生病,二话没说,直接又溜了回去, 当医生得知他们家的位置时,就拒绝了上门看病,阿湘也只能软木硬泡,最终,医生被她的孝心所感动,就和她一同前往,可到了江对岸,医生得知要溜索过江,顿时就改变了主意,她宁愿去走几十里的山路,都不想去溜索,可走山路,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到达,奶奶的病可等不起,阿湘想到这里,就直接给医生跪下了, 看见这么孝顺的孩子,医生不忍心拒绝,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溜索过江,这下,直接摔了个头破血流,眼睛也摔没了,她也只能摸索着给奶奶看病,经过这一次,医生再也不敢溜索了, 回去,她还是选择了走山路,这里什么时候,要是有座桥就好了,那样就不会每天都行走在生死的边缘,阿娃也能去上学了,她一直渴望能和姐姐一样学习知识,两人遇见不会的题,还用玉米粒代替举例,阿娃还偷偷藏了溜索用的工具,只是被妈妈发现了,还被禁止独自去溜索,这让阿娃感觉有些失落,上学的日子又遥遥无期了,姐姐告诉她, 用不了多久,这里就要见桥了,姐弟俩想着,以后就可以走路去上学了,想想都很幸福,阿娃还告诉弟弟,学校马上要来一个城里的老师,这让阿娃更加有了想上学的念头,隔天,她就用自己的毛巾伪装成一个假人,然后拿着工具准备溜索过江,她保好了绳子,看着江对面就仿佛看见了希望,她鼓起勇气,一跃而下,为了梦想出发, 这也是她第一次留索,很幸运,她成功了,当她来到学校的那一刻,看见那么多孩子在一起玩耍,顿时就让她羡慕不已,最重要的是,同学们都能和老师学习知识,她现在也只能在窗外偷偷学习着, 就当城里新来的聂老师看见她时,阿娃拔腿就跑,聂老师第一天给同学们上课,就看见孩子们大冷天,还穿着拖鞋,这顿时让她心里感觉不是个滋味,校长却说,山里的孩子都习惯了,其实就是条件太差,想不习惯都不行,而在孩子们心里,只要能上学,一切都不是问题。 当聂老师再次发现她在窗外时,阿娃一溜烟又没了踪影,到了晚上,阿湘给妈妈背古诗,但最后一句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,这时,阿娃却流利地背出了那一句,阿湘一想,不对呀,你怎么会背诵古诗,阿娃却激怜得很,以前听你背过,阿湘却感觉好像哪里不对,这是老师今天才教的古诗。 隔天,聂老师一边让同学们背诵惩罚口诀,一边给他们测两脚的尺码,她准备给孩子们每人买一双新鞋,放学后,她想去阿湘的家里做个家访,他们来到了江对岸,此时聂老师并没有感觉到害怕,她想亲身体验一下孩子们每天的上学之路,就主动让阿湘帮忙绑好绳子,然后一跃而下,开始还很顺利,但是到最后,却卡在了江中间, 阿湘也只能留下来帮助老师,他们只能一点一点地往终点挪动着,这回,聂老师终于感受到了孩子们的不义,就连大人们都很难做到的事情,但他们却能熟练地操作这一切。 聂老师看着眼前这条长长的绳索,心里不禁一阵感叹,聂老师这回来还送给阿湘一双新鞋和两双袜子,阿湘看见新鞋子,心里感到了一丝温暖,可阿瓦也喜欢这双鞋子, 阿湘无奈,只能忍痛割爱让给了弟弟,阿瓦就这样抱着鞋子睡了一夜,隔天,别的同学都穿着新鞋去上学,只有阿湘还穿着之前的旧拖鞋。 这时阿瓦赶了过来,亲自为姐姐穿上了新鞋子,她不忍心让姐姐光着脚去上学,这让阿湘非常感动,阿湘非常爱惜这双鞋,除了上学,她宁可光着脚都舍不得穿。 去商店买盐时,她看上了一双鞋子,本想给弟弟买,只是看着手里的钱,只能再次放了回去。 恰巧这一幕被老师看见了,就把鞋子帮忙买了下来,还帮阿湘穿好了鞋,这让她再次感到了温暖。 本想回家给弟弟一个惊喜,可就在回去的路上,鞋子突然掉出来了一只,她胜怕鞋子会掉进江里,就伸手去抓。 没想到,六所失去了平衡,导致阿湘直接坠江,最后,只打落上来一只红鞋子和一个红书包。 从这以后,阿瓦变得不再说话,她每天都坐在江边,等着姐姐归来,她不相信姐姐就这么离她而去,因为姐姐曾答应过她,等修好了桥,就牵着她的手,一起走路去上学。 阿瓦爸得知了一切,就从城里赶到回来,她这次回来,就再也不走了,她只希望能让儿子重新振作起来,能走出这座大山。 她本想带着儿子溜索去上学,但直接被阿瓦妈以死向逼,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,不想再失去唯一的儿子。 以后的日子,阿瓦喜欢上了画画,画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,她在柱子上画完,又去房梁上画,她画了一座跨越江河的大桥,上面有自己,还有姐姐,两人手拉着手一起去上学,这也许就是她的梦想。 一直到了六个月以后,一座真正跨越江河的大桥终于建好了,阿瓦终于可以走路去上学了,聂老师和同学们在桥的另一头,等待着阿瓦的加入。 阿瓦站在桥边,把风车丢进了江中,让她告诉姐姐,大桥已经修好,可以走路去上学了。 这一刻,她感觉姐姐回来了,还牵着她的手一起跨越大江,一起为梦想出发。 对于那些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孩子们来说,以幼小的身躯,在团结的大江上来去如飞,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 谁不是在命运的长河里求度,只是在彼岸,梦想也就在彼岸。 相信有梦想的孩子,就一定能找到幸福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,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